我要一個 不過我覺得它的豬柳可以多鹹一點 鹹和甜的衝擊沒有那麼大 看到這些是濕一點的位置 這些是乾一點的 濕一點的位置是有風塘漿的 這間是真的有人排隊的 我估計有二十多 三十人 排隊吧 還有它做到其他那兩間做不到的就是 它這個熱香餅是有一點點平身一點 脆邊的 喂 Hello 大家好 我是麥麥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7點半 我這麼早在街上出現做甚麼呢 今天我打算來一個大比拼 是甚麼大比拼呢 就是一個叫做熱香餅豬柳蛋漢堡的大比拼 這個漢堡其實是在日本的麥當勞傳過來的 平時的漢堡就是麵包 這次麵包就變成一個熱香餅 然後有些糖漿在裏面 配上蛋和豬柳就很好吃 我在日本也吃過 是真的挺好吃的 現在香港也開始有些麵包店 有些店舖開始推出這件事 看看哪一間最似、最好吃 或者是最划算的各樣 現在我是在灣仔的紅豆烘培 就是第一間 就是這個了 香煎漢堡熱香餅 我想問那個熱香餅是否8點有 好嗎? 麻煩你 差不多了 看看 有了 我要一個 麻煩你 買到料 試試吧 好 來囉 這個熱香餅的豬柳蛋漢堡 但我想說 它剛出爐但不熱 我打算是熱辣辣的 不要緊,我先試試 我覺得熱香餅的皮是相似的 但它也挺甜的 我覺得它是吃過日本版的 它比日本版的 而且皮是軟的 然後我看到它還有一些白色 應該是沙律醬 但我多吃一口 不是很重的味 不會搶了熱香餅的甜味 不錯的 不過我覺得它的豬柳可以鹹多一點 鹹和甜的衝擊沒有那麼大 如果鹹一點,再強一點就好 好,評分時間 十分換分 首先價錢 十五元是值的 相似程度我比 七分 因為外觀的相似程度 因為它的熱香餅是熱香餅樣 但真的包子有點像包 但它又不是包 是會硬身一點 甚至是豐糖漿出來 它就像是混合起來 然後做了一塊熱香餅 味道都是七分 因為剛才我說的 豬柳可以鹹多一點 和熱香餅的甜味衝突多一點 我會喜歡一點 還有它有沙律醬 但我又不覺得它加了之後有什麼分別 因為不太吃得出沙律醬的味道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它可以熱一點就好 我特地等到八點 但它剛出路不知為何是完全不熱的 很可惜 所以整體就七分 好 原來我們出發去第二間 Let's go 好癢 公園好像有很多蚊 GoGoGo 好 第二間到了 就是這個Jolie Bee快樂風 你猜不到其實這裡也有得吃 原來還要是一早有的 我們先看看 就是這個 不如它不是豬柳蛋 而是煙肉蛋或火腿蛋 我們試試吧 好 來了 這個就是Jolie Bee版 就是熱香餅煙肉蛋的漢堡 嘗嘗為何都是不熱的 這個熱香餅也有蜂糖漿 這個又做到麥當勞那種 少少少少少滲在裡面的感覺 看到這些是濕一點的位置 這些是乾一點的 濕一點的位置是有蜂糖漿的 就這樣吃一口的煙肉 好像不太鹹 我以為它的煙肉會比較鹹 怎料煙肉也不太鹹 好了 評分時間了 這個首先它不是豬柳 不過我覺得都算是 都可以在這個比拼裡面 它的熱香餅 我喜歡它滲出來的蜂糖漿 但它這個又太乾了 而且形狀上它也不太像 它是扁身一點 兩塊熱香餅包著蛋和煙肉 價錢是如果單買就22元 然後加飲品24元 如果形狀計算的話 我會給6分 因為如果計算形狀 兩塊熱香餅就不算很適合 味道我給6.5分 因為煙肉如果鹹一點我會給高分一點 雖然它不完全是豬柳蛋 請看我給這7分 它的分還要在哪裏加 就是它的環境舒服一點 還有一杯飲品 好了 煮一聲 我來到這個荃灣 也是最後一間 都是大家會知道那間 現在的時間是11點半 哇 好浪費 等它12點出爐 我看看最後一間的熱香餅豬油蛋漢堡 是否最出色 為何那麼多人排隊 剛才那些都沒有人排隊 好像到了 我好像看到麵包店 沒有人排隊 就是這個 太興餅店 熱香餅漢堡 濃厚滋味15元 超早7點半及下午12點半 原來是12點半 要多吃一會才找地方 好熱呀 好浪費呀 我不是經常來荃灣的 我看到這個地王廣場 我之前有經過過 但我還未進來 先走一走 這裡是夾娃娃 但為何沒有冷氣 好熱呀 我以為這裡可以進來涼一下冷氣 現在很流行的Chikawa 現在是12點達2 過去看看 不是呀 好像有人排隊 Oh no 這間是真的有人排隊的 哇 多少人 看到嗎 有目測 我猜有20多30人 我猜有 哇 排隊 好熱呀 濕透了 怕我們等到熱 給我們一杯水喝 但水是暖的 遮一遮 排水 超好 怕頭下雨 隨便 拿著 有遮掩 你還給我收藏就行了 還給我收藏就行了 怕下雨 看著你更加關注 超好 車有他們的名字 現在是12點38分 其實調隊開始動了 但現在是停一停 停一停 停一停 看看我們何時吃到 酒快到我了 我要一杯凍檸茶 好 終於等到了 現在是等了多久 剛才 現在1點07分 等了接近差不多一小時 由排隊開始計算 這個首先拿上手 起碼是暖的 味道很熱 但是暖的 還有 最靚仔是他 我覺得最厚身 最靚仔 還有 賣相都是最似 熱香餅的形狀 都是最似 就這樣看下 好了我試了 好像也有沙律醬 蛋、芝士 和豬柳 試試 這個最似 認真 這個咬下去的 厚度是有關係的 這個厚度是最似 我在日本吃到的 有一點沙律醬 旁邊 原裝的其實是沒有沙律醬 都做到滲出來的豐糖漿味 其他兩間做不到的就是 這個熱香餅是有一點 挺身一點 脆邊的 但也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豬柳不夠鹹 和麥當勞的比 都還是不夠鹹 又是 那個問題 如果可以再鹹 反差大一點 就會驚喜再好一點 然後他們強烈推介 這個是他們的茶底 很漂亮 我點了一杯凍檸茶 是OK的 是出色的 這個茶底挺好的 因為我熱 說回麵包 給分時間 剛才我們有分外型 外型方面 這個是最高分的 這個我可以給 9分 這個熱香餅的厚度 簡直是一樣的 味道方面 這個8.5分 8.5分 因為 都真是最似的 它那個 又是一樣的問題 就是豬柳不夠鹹 還有 那個熱香餅的糖漿味是有的 可以 增加一點點 性價比 即價錢 15 元 是抵到難的 我想說 這個15 元 又做到這麼似 所以 整體都有8.5分 如果你問我 排隊是否值得 試一下 如果你未吃過日本的 我覺得你可以來試一下 因為它真的做得最似的 你吃完這個 然後你有機會去日本 再買一個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這麼似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個最高分 難怪它是會排隊 是挺厲害的 因為簡直是多到 它有些告示在這裡 叫人小心點 不要妨礙住 家村的出入口 這次的大比拼 差不多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覺得真的 都真的遲 挺好吃的 大家可以來試一下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 大比拼 想我去試一下 或者有什麼新的食物 你想叫我去試一下 就記得留言告訴我 這條影片都差不多了 到這裏了 喜歡的朋友 記得要Like、訂閱、留言 還有分享這條影片 Like我們Facebook、IG 我們下條影片見 Bye Bye